寶生師傅是一個用面包讓世界看到台灣的一個人 是一個台灣之光 而且這跟之前的戲劇也不一樣 因為他是一個真人真事 這個人活生生的就在我們身邊的一個人 以前沒有嘗試過 但是很幸運的剛好自己經歷了當兵的這段時間 當兵的這段時間整個人放得很空 也成長了不少 然後剛好這次遇到這個角色 我覺得天時地利人和 我自己覺得自己表演起來很順 然後很安心 當然最重要的還是同劇的演員們跟導演的幫忙 如果沒有他們的幫忙 我沒辦法表現得我自己覺得滿意這樣子 真的是要很感謝全台灣所有支持我的人 那當然就是還有導演各方面 那我也會繼續努力的 我也會繼續的學習這樣子 那裡面的愛情不是是來自於我們新鮮 在愛情故事裡面呢 在整個內容裡面就是改編的 那有一些是真實 那有一些是改編的這樣子 我說一下好了齁 其實整個愛情故事幾乎都是我去 劇情都是我虛構出來的 那但是保存他為了愛情做了一個麵包 所以那個心情是真的 那我必須去幫他弄一個故事 因為真實的故事並不適合就這樣拍出來 齁 我們要保護很多人齁 那也是很浪漫的啦 對 然後最重要的是我覺得進發水業更漂亮 你說他是假 他卻是真 你說他真也卻有幾分假 其實是更漂亮更美好 謝謝 在學習的過程裡面就是有學習到 所謂的領導還有管理 那那個財務管理還有會計的部分 這些以前都是我不熟悉的地方 那我要學習的目的呢 當然就是說 以前我是一個傳統麵包師傅 那不知道用理論來做麵包 都一直被困在裡面 困了十幾年 那後來懂得用知識的理論來做麵包 讓我找到很多答案 相對的一樣 我今天開了這家公司 我希望能夠把它呈現更完美的呈現 所以呢 我必須在去學習呢 在管理的部分 還有在會計的部分 那這些都是我現在要去補足的 因為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夢想要去追求 那因為人生呢 不是 人生呢就是不斷地去學習 所以當時我拿到冠軍 就是給自己告訴自己就是說 冠軍職當下學習才是永遠的 所以呢永遠不會忘記學習這樣子 因為學習可以讓我們找到很多 呃 在我們人生的過程當中的很多的答案 包含我們的專業這樣子 嗯 我覺得說本來學習就是一個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呢 我覺得說 只要是 這是我們覺得說 這是很有意義 還有就是說 帶著空杯子的心態 我相信說在學習上呢 再怎麼困難呢 我們都可以去 我們都可以去突破 然後也都可以去找到答案 那當然在會計跟財務的部分 對我來說是很深色的東西 但是呢 在這去之前呢 我也今天也做了很多的準備這樣子 所以 呃 去到那邊的時候 就是在學習上 然後很 很開心獲得很多 然後就好像海綿一樣這樣子 就是我們剛才回來 我們可以講完 我們來講完 我們真的很好 看我們可以講完 好奇點 我們可以講完